据央视新闻6月15日报道 2020年6月15日是中国边防史上永远不能遗忘的一天 加勒万河谷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 悍然越现挑衅 团长齐发宝 神仙士卒 身负重伤 20多年的戍边岁月中 他曾1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纵使前进一步死 绝不后退 半步生 营长陈红军突入重围营救 奋力反击外军侵略 英勇牺牲 他牺牲时距离儿子出生只有四个月时间 在一周年之际 陈红军母亲将儿子生前爱吃的菜带到目前放声痛哭 他接受采访时表示 前一段时间一物寄了回来 我的心像刀子扎了一样 陈湘荣84岁奶奶至今不知道孙子已经牺牲 录视频时提醒孙子要经常给自己打电话 战士萧思远的父亲指着他的军装 泪水浸湿了眼眶 上面都是汗和泥 什么时候看到心里都非常不好受 战士王卓冉的奶奶则至今盼着孙子回到家乡成家立业 英雄所以离去 精神涌驻边关 历史们的事迹仍然被传送 英雄的赞歌在祖国大地上传扬 让我们铭记陈红军 陈祥荣 萧思远 王卓冉四为历士 他们为保护祖国而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让我们祝福齐发宝团长他已经商与归队 祝愿他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让我们致敬广大边防军人们 他们正守护在祖国边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